109年新北城市杯全國田徑公開賽 從奧運培訓隊國手到國小小選手 多達4709名參賽者 是疫情後最大場的田徑賽 而在人海當中 皮膚有黑頂著一頭短捲髮的少年 特別引人注目 台灣非洲混血兒李維特 有沒有上飛毛腿不知道 但樂天的笑容讓緊繃賽場放鬆不少 小學的時候 爸爸媽媽要我去從事 運動類的項目 然後就開始練習 之後從國小開始教我田徑隊練到現在 我總覺得還是要認真練習 不能只靠天賦 不會害羞的感覺馬上就想認識我 感覺都沒有人很害羞 跟他玩的時候他每次都會大叫 因為每次都是他最後 每次跑都是最後 鬼抓的人也是一樣 每次都跑超慢 超過三二四度的高溫比賽日 李維特在國中男子四百公尺 預賽 雖然一路落後追著對手 雖然一分三秒零六的成績 是分組倒數沒能晉級 但依舊不減速跑回終點 如果短跑不吃香或許往長距離發展也是不錯的選項 畢竟馬拉松賽場上 非洲跑者的耐力世界有名 台飛混鞋的李維特也才八年級 說不定可以好好栽培一下 維特新聞 車方報導 好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